APEC 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18日在菲律賓馬尼拉登場 前副總統肖萬長 以領袖代表身份率團參加 16日下午搭機抵達 非一方三方重視 由總統府内閣秘書長艾曼德拉斯 馬尼拉經文處理事主席裴瑞斯 菲律賓駐台代表白希里等人前往街機 肖萬長此行先出席APEC企業領袖會議 發表演說 肖萬長身具經濟專業 是極少數或要演說的領袖級人士 另外也預定在部長紀念會中 和4到5個經濟體領袖 舉行雙面會議 出席18日非正式領袖會議活動 和19日領袖會議 肖萬長和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這次沒有刻意安排消息會 外界只能期待兩人在會場巧遇寒暄 本屆APEC前夕 巴黎發生恐怖攻擊事件 飛國軍警雙雙進入最高層級警戒 馬尼拉部署3萬名軍警 街頭三部一港五部一哨 會場安檢嚴密 保持高度戒備 APEC會議以討論經濟議題為主 不過近來南海議題升溫 與會的日本 菲律賓和中國大陸等東亞國家之間 都存在海事爭議 主辦國菲律賓雖然表明 南海爭議不列入議程 不過各國可以透過各自雙面會談 討論任何議題 美國國務院則宣布 總統歐巴馬抵達後 會安排巡視飛國軍艦 形同釋放美國在海事爭議上挺飛的訊息